好,那我现在用的是Blender的2.66版 2.66版,那各位应该也是一样吧 那这个Blender 2.66版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 怎么样子让一个物体做跟随某个路径的动画 那什么叫做跟随路径的动画呢 比如说你今天可能想让 如果每次都用那个都用我们之前的音色的keyframe 然后去走,那他会走直线啊,对 那如果你想让他走一个很奇特的路径的话 那你就可以采用这种跟随路径的动画 好,那我这边先示范一次 我要去新增一个curve 就是曲线,那我这边可以选Basier 就是Basier曲线或者是Nurbs 就是那种Nurbs曲线 那或者是Paste就可以 那我现在用Basier 好,我进入Basier 建立一个曲线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一个 感觉不是很清楚,对不对 但如果你放大一点进编辑模式 你会看到OK 这是一个曲线 好,那这个曲线呢 我按A全取消 我选一点,之后我按G 可以移动 好,那我把它让小一点 我用顶四角来做 我用顶四角来做 那我就把这一个曲线呢 移动到这里 好,那这一个呢 其实你可以旋转 按R可以旋转一下 它的角度刚刚好像折到 那可以旋转 那我回到这里 我如果在这边按E 那它就会挤出吧 对不对 挤出吧,就挤出一个 OK 好,那我 我当然不一定要走很直 再按E 可以乱走 好 然后在这边绕两圈 好 好 好,就走到这里就好了 就不要再走 好,那这样我就 我现在是在编辑模式 所以我就在编辑这个曲线 那我按Tab之后呢 就完成这个曲线的编辑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让这一个立方体跟着曲线走 那怎么做 那首先呢 我要在这个立方体上面 我先去按这个 Contraint Object constraint 这里有一个叫做Follow Path 就是跟随路径 那跟随路径 这边呢 我就选择 刚刚的那个 非接客 你可以看到 当我 选完之后 他就跳到这里 跳到曲线的开头 如果我选Follow Path 你会看到他的 头的角度稍微转了一下 我如果没有 就回去 好 选了之后 头的角度会转一下 转一下的意思是说 他跟着这个 曲线的方向去前进 好 那这样我们还没办法做 做 影片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这样子 他根本不会动 那 我回到 回到第一格 那这边我们 假设我们希望做100格 就做100格 好 这时候呢 我要回到 这个曲线里面 回到这个曲线里面 选这个 adjet data adjet data 里面呢 他有一个paste animation 这里你可以看到 他frame日色100 那现在的时间是0 我如果 现在我们在第一个影格嘛 我如果在这边按右键 按insert keyframe 按insert keyframe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他变黄色了 这边也变黄色了 这代表说 这一个影格被插入了 好 那我如果现在移动到80格的地方 ok 我这边呢 也把它 弄成80格 你会看到 他从这里 一直跑跑到这里来了 好 那这时候 我在这边呢 我再按一次 insert keyframe 这时候 两个keyframe之间 他就会自动进行内插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他的结果 ok 你可以看到我们从0格的地方 这个地方体路走 走到80格的地方 0 ok 好 那 哦 这里我们用 用这个 这个看起来不太准 我们如果用相机视角来看 那你就 这会是你最后动画跑出来的 那个结果 最后动画跑出来 会成这个样子 那你会看到 ok 那这个东西似乎在 在那个相机的外围了 那所以你可以去调整一下相机 让他照到这个画面 那我可以按 ok 这样可能好一点 我调整一下相机 那还是有点在外面 那没关系 我们稍微把这个曲线给移动一下 这样就在里面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他的结果 ok 好 确实 有这样 那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那试好了之后呢 如果你这部分ok 我想请各位自己想办法做一个作业 就是 接下来 你的作业是 不是让这个立方体 在曲线上跑 而是让你的相机跟着曲线跑 那然后你的相机一边跑呢 那你做一个曲线 然后让你的相机跟着曲线跑 那然后你的相机一边跑呢 一边照着你某个主角 比如说就是那只猴子 然后用那种 相机轨道的方式 去照你的猴子 或你的主角 那这样你可以 譬如说 对着猴子绕一圈 ok 那它的路径就是会好像人家在拍电影的时候 那个移动相机的那个状况一样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让各位去想想 那变成说 你要让相机 扮演这个角色 扮演立方体的角色 然后去跟踪这个曲线 而且 你要用相机设定成Track 2 照着那个猴子头 ok 那怎么做 各位先去试 那这是 这是做完的水塘作业 你先把这个动作做完 之后做这个水塘作业 好 那各位可以开始做